我叫天琪 今年14岁了 我从6岁就开始练 霍拉圈在我身上就像精灵一样 最多的时候能晃120多个霍拉圈 最厉害的能来360度大旋转 跨时代战书 我来了 大家好 我叫于喜鹤 今年61岁 我玩霍拉圈已经9年了 我还保持这三项玩霍拉圈世界纪录 因为玩霍拉圈 我还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今天我要继续展现我的局计 让我的对手望尘目击 于喜鹤必胜 哇哦 两位赶快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于喜鹤 今年61岁 家族张家岗 来 我们再认识一下小将 小将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田琪 今年14岁了 14岁 我6岁就开始练霍拉圈 我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换霍拉圈 哇 说的就让我们特别特别的兴奋 想要看 接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来到天津卫视 来到我们跨时代战术的节目现场 我就想来挑战一下自己 把我各种各样的秘密武器 武器展示给大家 秘密武器展示给大家 对 您从这个展示过程当中 您能得到什么样的这种收获 说起来大家也许不相信 今天我有这么强壮的身子 就是扣完呼唠圈玩出来的 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 得过一场重病 急行肾炎转尿毒症 好不容易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常年就口吃止疼药 缓解我身上的疼痛 在02年 我又从四米多高的房顶下 给摔了下来 等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医院的手术台上 头部缝了五十针 内果断了四根 竹果也断了 怎么弄的当时就在想 就开始锻炼吧 正好一次偶然的机会 玩起了呼唠圈 经过有一段时间锻炼吧 我的腰部腿部明显好转 就急在地不疼了 常年吃止疼药的也不用吃药了 而且我创造了三项玩呼唠圈的世界纪录 到目前为止 我身上什么病都没有 连原来我有高血压的 连高血压都没了 这就是现在我 呼唠圈的神奇之处 对 刚才您提到了世界纪录 给我们介绍一下 哪几项 我在2013年10月28号 当时我134斤体重 玩142级的呼唠圈 在我身上连玩42圈 一次性通过 第二项 5米25直径的呼唠圈 外周长16米50 转了20多圈吗 20多圈 第三项 在脖子上玩的 也是我今天我带过来 其中有一项 我要展示给大家 在脖子上玩的呼唠圈 4米2直径的 就是三项 太棒 呼唠圈不仅给我们的老将 带来了健康 重新收获了健康的身体 同时还破了很多的世界纪录 接下来我们再认识一下小将 那你有什么样的成绩和绝活 我就是全身都会晃呼唠圈 我小时候也比较喜欢晃呼唠圈 最多的时候能晃120多个呼唠圈 最厉害的能从地上 来三百六十度大旋转 哇 哇